一般都建议大家 最少两年给它换一次植料 因为这个植料用了太久 里面资深的续菌就会越多 里面的虫卵就会越多 尤其是两年三年之后 如果说我们养护的兰花 第二年没有给它换植料的话 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虫防病菌处理 尤其是软植料比较多的 像我这一颗放了比较多的花生壳 还有松树皮 这种软植料比较多的 比较容易招虫 尤其是在开春这段时间 因为在过冬这段时间 有很多小害虫躲在这个植料当中 产卵过冬 所以这个时候长新芽了 必须要给它做杀虫防护工作 在家庭少量养护兰花的话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这种比重磷 因为它使用起来很简单很方便 不需要兑水 不需要麻烦 只需要在盆堵的表层 给它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 沿着兰花盆堵的边缘 尽可能的避免长出来的新芽 撒上一圈 通过浇水 它就会慢慢的溶解到植料中 杀死土壤中的一些虫卵 还有一些幼虫 尤其是一些躲在植料中 产卵的一些虫害 如果说没有急性的处理 过段时间天气变暖 它就会快速的繁衍 我们在家庭使用这种比重磷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药效比较长 长达40多天 我们只需要50天左右 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兰花 在春季生长期受到虫害的侵袭 这期就